好 再让我们看到 国泰金控今年前三季 税后净利1034亿元 续创同期历年次高 每股盈余6.78元 交出亮丽的财报 不过小股民最关心 明年的这个鼓励政策 那如果没有变数呢 明年鼓励一定会比今年好 这种事没有特别大的变动 我想一定会好 既好到哪里梦四字头 我觉得我们会争取 国泰金控总经理李长根 这句话实在是安了不少 小股民的心 27号国泰金法说会 好消息连连 今年前三季税后净利1034亿 续创同期历年次高 EPS冲到6.78元 比起去年全年 已经是倍数成长 市场坦白讲 现在每天都有很惊悚的 新闻跟标题 所以对资本市场干导也很大 那我觉得我们基本上 经理部门本身就是 我们尽努力把绩效做出来 把获利提高 从现在到年底 没有很惊悚的标题 影响的资本市场 那应当股力一定比今年好 虽然没有讲明 但以国泰金来说 今年配发现金股力2元 股息殖利率逼近4%大关 明年配息水准 由法人预估可以到3元 而先前举办法说会的中信金 也暗示要挑战2元 富邦则上看5元 积极型的投资人看好明年的话 其实也许可以考虑 可能股价比较活泼的 譬如说像凯基金 或者是像基金为主的中小型的 像玉山金等等 像这种可能波动就会稍微大一些 台湾金控今年大爆转 不过接下来黑天鹅 恐怕又是狂人川普上任 国泰金看景气也指出 有没有川普都要过日子 不用把他当洪水猛兽来看 未来四年就是要和川普共存 看整个景气当然会有一些因素影响 但是我整体来讲还是认为说 一个新的世界的秩序在形成 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在形成 那这过程中基本上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丑 国泰金看景气不悲观 只说台湾要做能规避风险 掌握机会 面对大环境挑战 见招拆招不需过度紧张 东森财业宣终于王平台北报道 看盘不亂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